大家好,今天我给你讲的是一本书,别让猴子跳回背上 在职场上,最常见的就是两种管理者 他们什么都管,什么事情都要管,什么事情都要问 而另一种管理者,则是放权给下属,只负责一些重要的事情 其实很多管理者都想放权,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别让猴子跳回去背这本书啊 这本书就是专门针对这方面的 书中的猴子理论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管理方法 可以帮助管理者提高工作效率 普通员工也能从经理的思维方式中学习 本书作者威廉安肯·三世是著名的企业管理专家 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中首次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 它是《哈佛商业评论史》上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篇文章 后来,作者把这篇文章整理成了一本书 今天,很多美国企业都把猴子理论融入到了企业文化中 接下来,我会给你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猴子? 为什么要把他放在员工的后背? 第二个问题是,猴子怎么跳到了管理者的背上? 第三,员工怎么把猴子还回去? 好了,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 为什么要把猴子放在员工背上? 首先啊,让我说说猴子的意思吧 在这本书里,作者把猴子比喻成了各种各样的工作 这些任务就像是猴子一样,每天早上都会叫唤一声 猴子何时消失? 只有当你完成任务的时候,猴子才会消失 什么叫把猴子放在员工的背上? 就是啊,工作要交给员工,领导不能自己做 干嘛把猴子放在员工的背上? 因为啊,作者认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应该做正确的决定 而不是做更多的事情 因此,确保管理者有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啊,我们要把管理者的时间分成四部分 分别是老板,组织,自己和外部 先说老板占用的时间吧 除非你已经是公司的高层了 不然的话,老板交给你的任务,还有组织的时间 这意味着你需要花多少时间去寻找其他部门的资源 或者回应其他部门的要求 如果不把时间花在组织上 虽然不会马上受到惩罚 但是在公司里却是寸步难行 第三种是外部时间,即寻找客户 满足客户,投资人,供应商和政府的需求 当然,这些外界的纷争,你可以选择无视 但代价就是,你的业绩将会遗落千丈 然后卷铺盖走人 最后一项是你所占用的时间 也就是你用来完成管理任务的时间 如果你有下属 那么大部分时间都会被下属占用 所以这段时间就是下属的时间 这里要注意的是 扣除下属所占用的时间后 剩余的时间就属于管理者自己了 回顾以上四个部分 我们会发现老板的要求必须满足 同事间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客户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需要维护 管理者也需要留出时间来思考和判断 所以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地减少手下的时间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任务交给下属 管理者只负责监督 说白了,就是为了让下属 按照自己的吩咐去做 同时也能把事情做好 这是本书的第一部分 管理者需要做出正确的决定 因此要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 把猴子放在下属的背上 接下来啊 我们来谈谈本书的第二部分 猴子是如何跳回管理者的 在我们的工作中 到处都有代表任务的猴子 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走廊里 办公室里 甚至电话里 到处都是猴子 很多不称职的管理者 会在不知不觉中 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像猴子 变成猴子磁场的猴子 会占用你大量的时间 更让人害怕的是 当你背上猴子后 你的下属开始管理你 作者列举了三种语言 这些语言能让猴子 跳到管理者的背上 第一句话 就是让我再想一想 假设你是个刚上任的经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一早晨 自信满满地走进办公室 公司里的人都知道你年轻 富有创造力 乐于帮助和有能力 而且你正准备发挥自己的特长 去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这时 你的下属小王走了过来 对你说 领导 我们遇到麻烦了 然后你们两个 走到他的工作台 小王把他遇到的问题 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 当你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已经解决得很好 就是因为你无数次 完美地解决了这种棘手的难题 所以你才会被提拔上来 小王是新来的 对业务还很生疏 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自己有能力 帮助一个新员工 还能让下属看到你帅气地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私人威信吗 所以啊 你就坐下来解决这个问题 没想到这个问题 比你想象的还要难 你意识到这个问题很熟悉 却不一定能当场给出正确答案 一个小时过去了 所以 你告诉小王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这样吧 我再想想 再告诉你怎么做 小王听后 非常感动 所以当你带着领导的威严转身 回到办公室时 你背后正蹲着一只小王的猴子 这还不算完 当你集中精神 去处理一些优先事项时 小王总会时不时地探出头 来问你领导怎么想的 这时候你的时间 就会被你的下属正式占用 第二种抓猴子的口头禅 就是给我一份会议记录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给下属下达任务 就像是给下属放了一只猴子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快就会有大量的猴子出现 比如部门会议刚结束 你让下属给你一份会议记录 然后下属发来一封邮件 上面罗列了20条会议要点 这些本该在会议上被安排好的工作 现在随着会议记录又回到了你的手中 你要回信吗 如果你不回复下属 可能会反过来监督你 领导 你没看会议记录吧 我还有许多方案等待您的指示 他也许还有很多话要说 好像你不给会议记录下意见 他就不能做任何事情 现在会议记录上的工作要点 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猴子 全都趴在你身上 随着会议记录越来越多 你根本没有时间看完所有的会议记录 而且你给下属留下的印象是 他们从来都不会看会议记录 第三句话是最致命的 告诉我有什么能帮到你 中国还有另一种说法叫做需要 只要你说出这句话 猴子就会爬到你的背上 比如开会的时候 大家分工明确 会议一结束 他们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但是在某种心理上 你可能会告诉其他同事 如果需要帮助的话 可以找我 这时候 如果你的同事认为你有能力和意愿 去做一些超出你工作范围的事情 那么你可能会背负着这只猴子 有些人可能不怕被猴子给背了 他们觉得 在一个公司里 大家一起工作 难道不应该互相帮助吗 是的 虽然这个意愿是好的 但是这种无意义的行为 会导致公司的逆向管理 逆向管理是什么 指员工反过来督促老板 监督上司 是否完成任务 别忘了 每只猴子都牵涉到两类人 一个是背着猴子的人 另一个是监工 当猴子是管理者的时候 员工就是管理者 逆向管理会颠倒公司的层级结构 使管理者受到员工的驱赶 长此以往 经理们无法处理信息 无法做出决定 最终整个公司都陷入瘫痪 所以啊 作为管理者 你不能再当猴子磁铁了 马上结束逆向管理 当然 也有一些人选择了逃避 一只猴子 一般情况下 你身上已经出现了一些 不属于你的猴子 有人认为 只要他不去对付这些烦人的猴子 这只猴子就会消失 事实上 如果你不去处理这些事情 你的手下就不会得到正确的指示 他们的工作 就会陷入停滞 躲避猴子最常见的方法 就是闭门谢客 如果你想让这些猴子 专心做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 那么你就可以让秘书 把所有的电话都关掉 把所有的拜访都推掉 只留下几个重要人物的电话号码 但是 你迟早会发现 这样做是行不通的 因为那些无所事事的员工 在等待你的回复时 会打游戏 除了下属之外 你根本挡不住老板 知识部门 客户 一味的闭门谢客 只会让自己名声扫地 这是本书的第二点要点 如果管理者没有正确的指导 很可能会招来猴子 这种情况下 企业就会陷入逆向管理的怪圈 最终导致企业瘫痪 逃避无济于事 那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些猴子呢 接下来 就是本书的第三部分了 把上下级关系理顺 让猴子回到员工的背后 你可以通过明确自己的身份 来培养员工的自主性 正如前面所说 猴子应该在下属身上 因此管理者 必须克服所有 亲自动手的心理习惯 回到上次小王的案子 还是周一早上 你在公司走廊上遇到了小王 小王告诉你 领导我们有个问题 这次你不急着去找他 到底是谁的错 小王想了想 改口道 我有个好问题 现在猴子出现了 他稳稳地坐在了小王的背上 下属向上级汇报时 唯一正确的表达方式 就是自己有问题 如果他说我们有问题 那就是逆向管理 所以啊 当有人向你提出问题时 首先要搞清楚 到底是谁出了问题 谁出了问题 谁出了问题 当你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么 谁来解决这个问题 自然是由谁来解决 这个时候啊 你可以给他提出方案 下午四点钟 叫小王到办公室来 带着解决方案 也许有人会说 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 相反 提出解决方案是下属的职责 即使小王是个新来的员工 他可能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他绝对有责任 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换言之 在这个时候 要他提出完美的想法 是很困难的 不过 让他提出自己的想法 是完全合适的 这样 下午四点 你再问问小王 这时候 你当监工 小王背猴子 上司与下级之间的关系 并不混乱 到时候 小王不可能不动心 如果他不能完成 老板交给他的任务 那他就是一个不听话的下属 很可能会受到直接的惩罚 正常的职场人士 是不会冒这个险的 他会想方设法地 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久而久之 你的下属就会得到锻炼 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提升 团队整体实力 也会提升 管理者也能节省很多时间 另一方面 从员工的角度来说 他们应该尽可能地 节省老板的时间 这要求员工 能够独立完成 领导布置的任务 然后根据进度向领导汇报 作为员工 你应该明白 不要让老板帮你扣动班级 员工的工作 必须由自己来完成 领导可以给员工一些建议 但不能代替员工完成任务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其中以阿里巴巴马云 最为出名 他有一套明确目标 明确职责 赏罚分明 超越伯乐的16字管理方针 这16个字里面 前8个字讲的是 猴子不能乱蹦 任务由谁负责 猴子由谁背 最后8个字讲的是管理者的职责 监督考核 培养人才 为了将优秀员工区分开来 本书作者安肯将员工自主完成工作能力分为5集 并编制了一张安肯自由量表 在5个层级中 自主心最高的员工能够独立行动 并且定期向第4级员工汇报 但是需要频繁的请示 第三级员工可能会提出建议 然后按照经理给的结果去做 第二级员工需要请示上级 而最差劲的员工只能等待上级的指示 在划分了5层之后 管理者的目标就是不断地训练员工达到更高的层次 一开始的时候 管理者需要做的是禁止 第一层也就是让员工改掉 然后等待你的指示 作为经理 应该让员工向你汇报工作内容 及定期向员工汇报他们做过的事情 下一步 你要禁止第二层 改掉员工频繁请示的习惯 经常向你请示 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往你身上扔猴子 这样做效率低下 浪费时间 要知道 如果你的下属问你该怎么做 不该怎么做 按理说 他们现在应该是无所事事才对 所以啊 你必须清楚地告诉你的下属 每个任务都有不同的交流自由 比如每隔一段时间汇报一次 还是一次汇报一次 如果他们执意要向你提出解决方案 那就让他们自己拿出解决方案 你只需要记住为团队提供必要的资源 通过对话活面谈来帮助他们 但一定要离本机缘点 绝对不能代替员工完成具体任务 因为最高层次的第四 五级并非与生俱来 而是由员工自己争取而来 在这里作者认为面对面交谈是帮助员工非常有效的方法 你应该让员工当面向你提交任务进度报告 然后当面对他进行评判和指导 让员工带着明确的成绩和计划 然后带着明确的任务和明确的下一次汇报时间离开 最后作者建议 如果管理者想要管理好猴子 最好不要让猴子太多 因为不管你怎么处理 猴子都需要时间 如果猴子太多 那就按照优先级排序 先杀几只无关紧要的猴子 把现阶段无关紧要的任务给划掉 有了这些猴子 猴子们就不会饿死了 每个阶段都会有人跟踪猴子 喂养他们直到完成任务 这本书的精华部分就到这里了 简单地说一下 猴子指的是下一个任务 猴子会占用管理者很多时间 所以管理者应该把猴子交给下属 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和做决定 管理人员如果不能给出正确的指示 就会让下属像猴子一样跳到他的背上 导致公司陷入逆向管理的怪圈 怎样才能让员工把猴子还回去呢 逼者提出了三条途径 一是理清上下级关系 二是提出完成任务 三是根据安肯自由量表 对员工进行自主性培养 最后请记住 作为一个经理 你可以帮助你的下属 但是绝对不要直接干涉 你的下属的具体问题 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